Semicon台湾2021国际半导体展上化合物半导体成为主轴 台湾在生化加生根已久 从累进厂到IC设计 封装测试都有业质投入 尤其晶圆代工台湾包办90%市站 文贸被称为生化加界的台积电 就是全球最大生化加晶圆代工厂 这份竞争一直都有 只是我想我们一直在这一块保持着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竞争优势 生化加广泛应用在通讯社评3D感测 相比系半导体虽然用量较小 重要性却是不容忽视 台厂稳茂红杰科具备技术优势和产能规模 加上上下游供应链布局完整 也吸引国内外生化加IC设计业者委托代工 台湾的这个产业占有一席之地 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制造的技术 生化加用在国防产业非常多 到5G往下5G应用到后半段 后期IoT的需求起来 将来频段会往高频的区域去移动 那个时候生化加的需求也会再增加 专家分析台湾供应链受到国际信任 国防领域高频的通讯需求都是营运成长 主要动能来源 委帽交定明年扩大一成产能 月产能将从目前的4.1万片成长到4.4至4.6万片 红杰科方面也计划增加产能 明年上半年总产能冲上每个月2万5千片 新代金省文童 台湾台北报道